四连涨,四连涨,四连涨,油价最新消息,网友们担心恐将成为现实,三连涨过后,将迈向四连涨。 分析人士认为,下一轮成品油调价,10月19日,24时,四连涨的概率较大,如果这次油价上调落时,全国92号汽油将有可能,全年突破8元时代。 2018年油价到现在为止,前10个月共进行了20次的油价调整,19次油进行调整,跟一次成品油增值税下降,进行的油价下调,共上涨油价,12次,下调,7次,搁浅一次,在下周将进行新一次的油价调整,目前看来油价很有可能再次上涨,在10月外将只有一次油价调整。 但是由于受到近期油价大涨的影响,目前油价处于上涨走势,按照目前的统计结果看,下周,油价恐怕会出现大涨的情况。 数据写是,截至国内第四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率为5.63%,但前油价预测上调约245元每吨,调价时间为2018年10月19日24时开启。 目前国际油价涨,并一度突破四年来新高,随着最近国际油价持续攀升,国内成品油价格下一步仍有上调压力。 数据写是,截至10月9日,国内92号汽油均价位9369元每,多二,较年初涨,37%。 回顾一下9月3连涨,2018年9月3日24时,气财油上调180元和170元吨,2018年9月17日24时,气财油分别上调175元吨,2018年9月30日24时,气财油上调。 240元和230元吨,2018年10月19日24时,气财油当前预计上调月251元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